今天十分访谈 我们要欢庆冠军 谈的就是亚西安残疾的运动会 我们都知道第八届的残院会 在上一个星期三结束了赛事 而这是新加坡第一次 作为主办方进行这项比赛 那我们当然要看一下成绩单了 作为主办国 我们这次的比赛当中 就夺得了24金 17银 22桶的两眼成绩 虽然在奖牌榜上只排第五 但是已经创下了 新加坡历来的最佳成绩了 而且当中有一场 特别惊险的赛事 是乒乓的男子组 这一次虽然夺下了团体的金牌 但是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惊险万分 我们要请团员来亲自告诉我们 他们当时的经历 是的 我们有请新加坡残疾运动员 男子组 乒乓队的成员 陈志强以及杨国泉 同时还有残队会的义工陈宝纳 欢迎三位 欢迎欢迎 谢谢 那我们要先从这场比赛讲起了 听说这个比赛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发现可能 搞不好是没有机会 与金牌无缘了 对啊 当时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对 先分享一下 当时因为这场赛事 我们都放很多重点 因为我们知道 可以金牌在握的赛事 所以教练就派了 我们四个组成一组 然后他的 他的那个 format就是 先一个单打 然后第二单打 然后一个双打 然后接连两个单打 所以我输了第一场 然后Jason就赢了第二场 就把比赛拉平了 然后第三场 就给Aaron说 他怎么流转那个局势 因为大家已经各一局了 就是本来你们心里面盘算的是 可能一开头就可以先抢头彩的 对 结果 第三局这个双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结果我们连输了两场 第一场打已经输了 然后第三局的时候 也是我们也是领候 慢慢地追 慢慢地不放弃地追上来 然后还赢了第三局 第四局也是从后面慢慢追上来的 你可以讲你记得你在场上的心情吗 我在场上的心情已经 把这个冠冠军握在手上 因为如果那场双打没拿下来的话 你那场是不是就根本连上场机会都没有了 我还是如果 那场上的大喊就会觉得很有 这个是关键的一个 这个太精彩 球员在打拼 但是义工朋友其实在旁边 其实也帮了很大的忙 能不能说一下 就是身为义工 你在场边再看到知识者欢呼 然后运动员在努力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来参与的 我也是觉得很兴奋 而且很荣幸可以参与 这个Asian Power Games 是亚参与会 对 亚参与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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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于义工来讲 还有观众 在场的观众 他们都很热烈地支持新加坡的选手 我本身是在游泳的那一项 所以我亲身体验到新加坡观众 不止新加坡观众 其他亚西安国家的观众 也很热烈地支持 他们自己国家的选手 我觉得有一位选手在现场得到了众人的支持 因为好像发生了一些小差距让你印象也很深刻 对 他是马来西亚的游泳建架 他是有疑令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之前在比赛开始之前 他其实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 然后他的 有可能 根据那个新闻的报道 是他感觉到疼痛 有点疼痛 所以犹豫了一下 然后他的教练 其实也是已经跟裁判说他有可能不想必须 可是在观众的欢呼跟支持跟鼓励之下 他终于决定参赛了 所以那一场游泳的比赛真的是很令人难忘 而且这个精神特别让大家敬佩 对 体育的精神 而且坚持的毅力 特别的棒 是 体坛是一个大家在争夺自己的能力 超越对方的一个竞技赛 两位怎么样就是呢 突破自己的这个极限 然后踏入体坛了呢 我是因为我18年前 就在澳洲发生了车祸 然后上到脊椎 然后因为当时读了四年的书 才拿了文凭回来 就因为很少运动 在那边都是在读书 所以我就一回来 大概是2001-2002年吧 就开始看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因为已经是很久没有运动了 我在车祸前是很好动的 主动想要就是去重新运动 对 所以我就开始轮椅田径 所以就一开始就说 当成业余的时候就做了整十年了 我知道你现在讲起来 你可以带着微笑说这件事 但我听过一些 尤其一开始练轮椅田径的人说 那个手会磨破皮 那个整个肌肉的酸痛很难熬得过去 这是这些都是那些选手会经历过的 所以不单止我一个人 是真的有时都磨到手的皮都破了 有时还从那个轮椅上跌倒 也是擦伤了 在地上 对啊 所以是都是运动的一部分 所以啊 Aaron你是从一个嗜好变成一个比赛的 比赛的 可能也让就是国权来提一下 就是说 我知道大家都是后来 让运动成为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到底是怎样的推动力 让你就是参与竞赛 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也是只是一个爱好 因为我从小有打过乒乓 然后我的朋友就介绍我 一年前就介绍我来打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连乒乓那个板都拿不到 怎么去打呢 可是我一下去 他们就把我的手绑起来 对 所以用了 手拍一体 一起就一直打一直打 就觉得哇 很好玩 感觉回来了 感觉回来了 就是有了那种 以前小时候的记忆 然后就觉得就越玩越爱玩 请问在这样子重新打球之前 对于其他的运动 你有去涉猎吗 有 其实只是游泳 我也是有跟他一起去 Bull Cherry行过 可是只是for一个 运动健身队 没有想过要去代表国家 或者是去比赛的 因为这个要求会完全不一样 对 很有压力 当然提到那个轮椅竞赛 其实志强自己本身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就代表过新加坡 参加北京的财奥会 当时是400米的这个竞赛 对不对 对 这个当时跟今天 经历了这几年 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北京是在异国嘛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的压力 比在新加坡比较大 而且常常会是 规模很盛大的 予想体育竞赛 所以就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压力 还比这次 你比较大 对 因为这里有家人 有公共朋友 对啊 你都是在你熟悉的环境 之内比的 所以我觉得相差比较远 可是可以在国土 拿到新牌 拿到奖牌 真的是一种激励 是 这整个 我们知道其实在国际间 残缘会一向来 都是非常起着 一个很关键性作用的声势 那宝娜你觉得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小红点上 这个比赛进行之后 你有看到国人 可能在一些理解上面 有了一些进步 其实有的 因为当时在参赛的时候 就是那个游戏的时候 有很多幼稚园的学生 也来捧场 然后小学生 我的同事也来捧场 所以 Creating Public Awareness 是有的 了解 而且是增加了很多 许多 我自从当了 出了这份力之后 在这个Para Games 之后 我也了解许多 对Para Athletics的 了解增加了 是 我觉得三位 以及我们在台前幕后的 所有的人员 都有一定 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说 不要只是停留在 这个残缘会 把这份理解 把这份同情 然后把这份关爱 也散播出去 然后持续下去 让这个对动 可以成为 每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各位的毅力 是大家的表率 谢谢你们来到 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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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增广 好 那当然 就是想要有任何的 鼓励的话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 《市城有约》的 面部网页去留言 好 我们稍坐休息 待会带来下一段内容 不要走开 稍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